另外南洋溪口水鸟保护区每年都吸引大批的候鸟来积息 生态相当的丰富 不过最近三个月陆续有民众在南洋溪口河面上大碗拖曳赛 附近居民相当的担心会破坏到水鸟生态 希望向外单位来重视 南洋溪口水鸟保护区视野开阔 景致优美还可眺望龟山岛 加上自行车道建构完善 成为游客观光休闲的好去处 尤其大批的东候鸟七席觅食 更是赏鸟及户外生态教学的最佳地点 不过最近三个月以来 由于溪口的东北季风强劲 南洋溪水流平缓 水深又浅 有民众趁着假日前来这里大玩拖翼山 随着强风执意的在水面上快速滑行转弯 或是飞翔跳跃 好快乐也形成了一幅独特景致 不过附近居民看见此景却是忧心忡忡 担忧拖翼山来回的飞行穿梭 惊吓到候鸟 让候鸟不敢靠近七席 冲击到保护区生态 因此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居民表示 曾两度打电话向县府反应 但在驱离之后 民众还是依然顾偶 而对此县府农业处表示 若民众是在海滩以及海面上玩拖翼山是没问题的 但是若在南洋溪床以及溪流等水鸟保护区的范围内 则是不被允许 县府会加以管理以维护保护区的生态完整 亿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